哈喽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我们9周年第一弹的双大奖 大家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啦 就是布罗里跟狗吉大这个角色 最近这几天一直在讲着嘛 所以大家应该是完全全记住了 那么这次的话 主要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下的 就是关于第二弹活动的大奖可能性 虽然说9周年的活动都还没正式开始 去聊到第二弹好像有点早啦 不过按照现在的触卡啦 以及9周年那个粉丝界面会上面官方聊到的一些东西来看 目前的指向性好像有一点的小明确啦 但是也未必100% 所以就是说跟大家稍微来聊一下啦 OK 那么首先啦 现在我们的这个触卡方式啦 是回到跟2022年全球活动上是长得一样的 就是一张是限定LR 一张是即限定LR这么个样子 那么这个触卡方式的好处就是 当出巨场版的那个 呃来做大活动的那个主题的时候啦 我们可以比较好的做两个park的分割啦 因为一个是敌对关系的出在第一park 然后第二park再出另外一个敌对关系 像是2022年全球活动 虽然说都是否格 可是因为它是两部巨场版 当一部巨场版撑不起整个大活动的时候 这样子的分割方式来讲的话 其实算是一个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那么这一次这样子的触法啦 很大的可能性 第二部应该说第二弹的角色啦 应该不会跟我们的 布罗利巨场版有任何的相关系啦 因为毕竟七周年的时候 悟空跟北极大的动画已经用到蛮多的啦 当然如果要把他们两位拆开 然后拿来单独推出卡也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超赛红神 再变蓝神 这个阶段性的变神 要用的话 其实还算是可以用出蛮多的东西 可是就这一次已经特地用到这么样子的方式来出卡的话 应该不会再走回布罗利 而是把它放成两个部分 所以第二部来讲的话 应该是属于 第二弹来讲的话 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短的故事 也就是巨场版上面的可能性 算是会比较大啦 以这样子的出卡方式 OK 那么再来的话啦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九周年大主题啦 就是Super超这个字眼 那么看到这个超这个字眼 大家第一个印象看到的 绝对就是龙竹超超片啦 当然我自己也是 因为按照我们的倒数图 以及三部依告的情况来看 都是在走着超片的东西 往超片来走嘛 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 应该是超片没跑啦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怜的描述就是讲 这个超可能就不单只是超片 而是我们的超级的超这个样子 这样是这一次出的两张大奖 其实也是有啦 像是布罗利 超级塞亚人布罗利 超级塞亚人布罗利 这样子 然后果吉他这边也是有用到 超级塞亚人布罗利 可能这个超也是可以指着是超级塞亚人 那么另一个超的话就是超级英雄这么个样子 所以刚才讲说有一点指向性的方向就是讲 呃 超级塞亚人布罗利 这方面其实占的比重我觉得还蛮大的啦 第一个就是这个超的关系啦 刚才是讲虽然说有两个可能性嘛 一个是只是讲这个日眼可能可以带出来的东西 或者就是说整个超片这么样子 但是通过意告图 在倒数图加意告来讲的话 超片的可能性绝对是会占的比较重一些些啦 嗯 那么再来的话啦 就是这一次的粉丝界秘会上面 我们要吃上特地介绍的这个类别啦 很少在大活动上官方会特地介绍一个新类别嘛 像这一次的话就是超boss 以超boss这个类别来讲就是暗示我们这个超片的大boss嘛 超片的大boss其实没有很多 然后这边这个类别算是新的 然后布罗利绝对是肯定是啦 然后再对应回刚才的主题啦 超 竟然有超boss那么超hero这样子来对应的话 其实蛮mash up的上去的 所以第二part活动来讲的话 很可能也就是跟超boss也依旧会有相关联系 那么要讲到第二part的超boss来讲的话 又是讲跟这个Visto Gohan有相关系的话啦 那么就是Cellumex啦 因为Cellumex从2022年6月14号这部剧场版推出啦 到现在啦 就没有一张正式的卡 完全没有出到过 布罗利至少啦 在剧场版推出的时候 当下马上就获得一张限定卡了 而这个Cellumex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 这个真的是等的有够久 所以以这个超boss来看的话 Cellumex的指向性其实是蛮尬的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其他的超boss嘛 Zamasa也是 那个Friza也可以是 但是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样看的话 就像神赤眼这些东西 的话已经是在Gogita身上了嘛 那么再往回去看 如果要走回奇异宇宙神神篇上面的话 Zillian会获得超boss这个类别吗 我自己觉得可能性算是还小 虽然说他是跟主角群做敌对啦 但是每次在官方的定义上面的boss啊 都是那种是要破坏啊 破坏世界之类的 会破坏地球之类的才会成得上boss吧 然后Zillian只不过就是一样是讲 在那个会场上面 大赛上面为了生存嘛 所以才做那个对敌罢了 嗯 所以而且他本身也是正义的伙伴之类 他应该够不上boss的这个这个标签啦 超boss他上面应该是不会有 如果讲少掉这个超boss的话 宇宙生存片也会比较难走 而且刚才最早有讲到嘛 就是这一次的触法是一个限定 一个即限定的情况下 都是可能会给比较小篇幅的那个故事性嘛 那么宇宙生存片的故事 篇幅是蛮大的 好像完全不需要特地这样占用 然后后面再拿来另外出活动 似乎会更加的好啦 嗯 所以我自己个人暂时是排除掉 吉悟空这一个选项啦 然后比较是走向这一边 嗯 那么 还有的话啦 另一个点啦 这个其实是 有一点看爽爽就好的点 不过大家知道那个嘉宾嘛 那时候那个九州内粉丝间会就有邀请嘉宾嘛 然后那个嘉宾在一开场的时候 就跟那个Omatsu-san 跳了那个融合舞蹈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看到他跳融合舞蹈过后 我们就在身放松中 在看的时候就觉得确定 Gogita你肯定是啦 那么 这个是开场嘛 在结尾的时候啦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如果是 有特别安排好的话 那么可能可以想象到啦 在结尾的时候 他就有做了一个魔罐关烧炮的那个动作嘛 然后还有做出发射的动作这个样子 所以以这边来讲来看的话啦 虽然说就我们看爽爽就好了 不一定一百八千嘛 这种东西就是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 set好的还是 还是只是拿来表演爽的 所以以这边来看的话 那么这边也是开场 就是第一弹活动 for我们的这个 Gogita 布罗利 那么第二弹用魔罐关烧炮 目前来讲魔罐关烧炮 我们一定想得到的 绝对就是 Bissot Gohan 跟Picro 那么Picro的话 在以前的剧场版当中的话 也没有什么特别用到嘛 所以Bissot Gohan 算是我自己想象中 还蛮大可能的人血 再加上我们的Cellumax 配上了一个超Boss啦 这一次一次过 把这个超Hero 跟超Boss 做上来了 可能这一次的活动 就是在于这一边啦 嗯 这个就是我第一个想象啦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 想要跟大家聊一下的就是啦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 去年啦 八周年的主题是元气翼嘛 然后大奖出来的时候啦 Zack 双人跟GT 双人 我们当下就觉得 第二弹一定是小浦 再加上超义形容了 结果我们获得的是那个 嗯 诶到 改悟空 跟Zack 悟犯 改悟空这张的话 确实也是有元气翼的成分啦 然后那个Zack 悟犯那边 悟空在那个 东主题群那边收集的那个力量啦 是不是那个元气翼 其实我也现在也是不是很确定啦 不过就是 他出了突然跳了这么大的Porn 所以这个超 除了就 因为前面我也讲到嘛 超也是可能代表超级杀人嘛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尤其这一次也是布罗利来做开场的话 有没有可能啦 他的超 又是暗指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讲说 热战烈战 超级战 上面的布罗利跟曹赛悟空正面 而且那一部也是剧场版啦 然后篇幅其实不是很大 主要的比较 呃 有人选啦 就是布罗利 在跟那个我们的曹赛悟空 那么其他人选 他们的那个表现其实不多 所以用来处在这种 一小个Punk的 就讲 只是占一个Punk的那个活动 是可以的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可能就是可以构成我们一直在想着的 双布罗利的大活动这个样子 当然啦 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偏小一些些啦 还是比较看上的就是 我还是比较看的就是觉得这个 超级英雄这个会比较alright一点 因为毕竟超这个大主题上 分成超hero跟超boss这个样子 会比较合理性一点 而且又是在超偏之下 这个就是我对于第二弹的可能角色的那个想象啦 Visto Gohan 单体再加上Celumax 这么个样子 当然还有就是这个布罗利再加上悟空 去年30周年没有出他 今年的话可能会有啦 这个就是 嗯 目前综合大家看到的情报啦 结合起来的东西 所以来做的想象 那么大家又觉得第二弹的活动 会是什么东西呢 会是什么主题 什么角色 OK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ama Tani 拜拜